动物为了繁衍后代 交配时六亲不认 那么被赶出是群流浪的雄狮 在遇到自己的母亲时还会记得吗 在人类社会 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有一条铁律 那就是禁止近亲结婚 最关键的原因是 近亲繁殖的后代 往往会有很大的几率患上遗传疾病 不仅从科学角度不行 站在道德层面 我们的廉耻感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 狮子是否也有这样的觉悟呢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们 我们还得先来了解一下这种动物 狮子是世界上唯一一种 雌雄两胎的猫科动物 换句话说 就是雌雄之间的个体差异较大 最典型的就是雄狮有棕毛 而雌狮没有 同时 狮子拥有猫科动物中最大的头骨和肩膏 且雄兽普遍要大于雌兽 即使体型如此巨大 它们也不会像老虎一样独来独往 相反 狮子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动物 非常依赖群居生活 一个狮群约有17个成员 其中会有一到两头雄狮 但只有一只狮王 相较而言 此狮是狮群里最稳定的存在 它们一般自出生气 直到死亡都待在同一个狮群 即使是面对陌生的母狮 狮群都会表现得非常热情 然而雄狮就不同了 它们在一个狮群通常只待两年左右 要么是被年轻力壮的雄性赶走 要么就是自己离家出走去寻找新恋情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狮王会将年轻的雄狮赶走 这些漂泊在外的小男子汉们 有时也会结成丐帮 一起踏上流浪之旅 动物交配 六亲不认 当流浪熊狮长大后 遇见自己母亲怎么办 它还能认出来吗 在一个狮群中 只有狮王拥有交配权和领导权 一般情况下 狮群里这些年轻的熊狮在被驱逐后 就会远离自己原来的家庭 这么做不光是为了保命 更是为了能尽快形成属于自己的狮群 别看熊狮一个个都长得非常威武 但要是落了单 那可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它们不仅会被其他部落的狮子追赶 还会面临搬猎狗的袭击 甚至连捕猎都成问题 为了生存 这些流浪者会结成联盟 等到时机成熟后 要么搬尸回朝 要么侵占其他狮群 成为新的狮王 它们要是回到了原来的家庭 究竟还能不能认出自己的母亲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这些狮子被驱逐时 大部分都已经两岁了 对于狮子来说 两岁已经足够 它们记住自己种群里的每一只狮子 对于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的记忆 那是尤为深刻 狮子的视觉 听觉 嗅觉都十分发达 它们正是依靠气味来分辨自己的亲缘 有些狮子甚至可以靠听觉分辨 当它们遇到自己的母亲时 一般情况下都会表现得十分激动 如果有幸能够重返狮群 它们便能成为新的狮王 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 由于狮子不像人受到道德的约束 所以近亲繁殖的现象还是会发生的 这种情况虽然有 但其实并不多 动物交配 六亲不认 狮子会近亲繁殖吗 流浪熊士遇到自己的母亲又会怎样 近亲繁殖在动物中经常发生 狮子也不例外 有人就会问了 既然近亲繁殖产生的下一代 经常会有先天性的缺陷 那么狮子不懂得趋利避害吗 其实狮子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为了防止种群的衰落 狮王往往都是通过鼻舞产生的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强壮的基因得以传承 与此同时 为了防止被赶出族群的熊狮卷土从来 狮王可不会手软 可以说是赶尽杀绝 不仅如此 对于狮群中的幼崽而言 它们当中只有20%的个体能活到两岁 而导致幼崽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食物供给不足 或者是被其他食肉动物捕杀 二是狮王之间的竞争 为了稳固地位 狮王可不会有怜悯之心 因此 想要成功熬过两岁的大关 对于熊狮来说是非常难的 所以 一旦离开狮群 它们是不会主动回去的 另外在草原上生活的狮子 经过旱季和雨季的更替 在找寻食物和水源的迁徙过程中 都会离自己的原生家庭越来越远 很难再有重逢的一天 所以 虽然在狮群里没有伦理可言 但近亲繁殖的概率还是非常小的 否则狮群里不早就都是 身患遗传病的病殃子了吗